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7日星期五 栗战书继续隐身 继续失踪 继续消失 栗战书是中共第三号人物 政治局常委 人大委员长 消失已经两周 国内外议论纷纷 猜测纷 各种可能性我都跟大家追踪报道 昨天1月6日 中共方面召开了一个会议 称为政治局常委会 一说到政治局常委会 就想栗战书应该在里面 因为七大常委 但是这个新闻报道只提到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故意不提其他常委会的名字 而这个常委会可不简单 有几大看点 第一个名字叫政治局常委会 但实际上是一个大规模的会议 很多部门参加 说是因为五大部门要做工作汇报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向那七个人做工作汇报 另外还有一个机构叫中央书记处做工作报告 而且时间很长 是整天 整一天都在开会 不过倾向的是 这个会这么长时间 这么大规模 人数这么多 不仅没有提到其他人的名字 只提到习近平一个人的名字 而且在新闻联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图像 没有任何的视频 只是男女播音员在那里读稿 一读 总共读了4分07秒 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的闭门开 不公布相片 不公布视频有先例 特别是在武汉大瘟疫期间 2020年 政治局常委会动不动 每月刀召开会议 甚至召开两次 但是由于只有七个人开会 他们就毁谋如生 不公布相片 不公布视频 倒也罢了 但是昨天这个会议是大规模的 不只是政治局常委 还涉及到了五大部门 六大部门都在那里开会 人数众多 而且开了一天 就算你不想发布一个视频 你也可以发布一个相片 一个相片都没有 连相片渣渣都没有 而且以前开会还假装发布一个习近平一个人的相片 说习近平做重要讲话 或者主持会议 这次连习近平的相片都不发布 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 这反而是掩耳盗铃 是此理无音三百两 是欲盖秘章 要盖什么 盖栗战书的行计和终计 大概率的事情就是栗战书不在这个探望会里面 所以为了不让外界去猜测 没有图片 没有视频 连习近平本人的图片都没有 因为习近平只要发一张图片出来 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他周围的布局 可以看出名堂 因为他如果坐中间的话 由于李克强的栗战书分别是二 三号人物 一个坐他左边 一个坐他右边 无论如何能看到两边的人或者是手 就算你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的头上 大家也可以分析出蛛丝马迹 所以中共方面干脆没录像 没视频 没相片 一张都没有 就一段文字 然后就是一个男女博音院的读稿 这就进一步佐证了栗战书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况 要么是新冠中招了 染疫了 确诊了 隔离状态 要么就是重病状态 像前政治局常委黄菊 或者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一样得到不治之症 将不久于人世 要么就是其他更不正常的状况 权力斗争 或者是贪腐的疑云 所以这个会议就反而进一步的把栗战书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背书 这个会议发表了一个公报 除了说某个部门做工作汇报 书记处做工作报告之外 有提到四个意思 两个维护 还有两个确定 四个自信等等 甚至有的地方提两遍 相对于跟习近平给足了面子 因为他需要的就是什么四个意思 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尤其是两个确立 他是念之在之 表示19届六中全会第三份临时决议 确立了习近平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的习思想的指导地位 但是对反习派的理解是过去式 因为在五年前 六年前就确立了 所以已经是完成事了 而对习派 习家军想努力解释成面向未来 表示既然有这两个确立 将来就是习近平时代了 不需要接班人 也不需要换人做了 所以双方应该说各有解读 一个文件 一个说法 两种解读 不过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些其他消息传出来 有一个姓碧的作家居住在美国 他跟北京的红二代 太子党的圈子有一些联系 前段时间他就爆料 说上将刘亚洲 就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年的女婿 刘亚洲被习近平抓捕 两兄弟都被抓捕 那个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他就是从北京的红二代圈子中得到 而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刘亚洲有一个弟弟在美国 刘亚伟并没有否认此事 说他连他都不知道刘亚洲的下落 再加上国内一些渠道也证实了这一点 就说明这个姓碧的作家在红二代太子党里面还有一些消息来源 这次关于栗战书 他有一个说法 说习近平辉内斩马术 辉内斩马术是三国 三国志 那个时候是诸葛亮辉内斩马术 大概因为栗战书里面有一个咸音 输 输 这里就说到习近平辉内斩栗战书 怎么回事 这位姓碧的作家就介绍 说红二代太子党权里传出 说在中共高层针对栗战书反习势力 就是习近平的对立面 提出了栗战书重大的贪腐线索 说他以前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时候跟一个企业家过不去 说是自己的家族去经商 跟这个企业家发生了利益争斗 他干脆就把企业家处置掉了 以某种方式 把它处置掉了 就为了家族利益 所以这个事情 企业家不依不扰 死鸟着他不放 这个事情就被反习阵营所用 然后说反习阵营是谁 谁是习近平的对立面 谁在办这个事 这位红二代太子党的答复就是王岐山 就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这就跟我前段时间的一个分析相吻合 我认为是两届中纪委书记在联手针对栗战书 一个是王岐山 上一任的中纪委书记 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的中纪委书记 一个是赵乐际 现任的中纪委书记 这两人跟习近平都发生了矛盾 都搞翻了 而赵乐际还受了政治老人 主流派的支持 各派政治老人的支持 而王岐山站到了对立面之后 似乎就跟习近平分庭抗礼 成了反习势力的一个要员 而习近平对王岐山是不断的下手 但是王岐山有一个亲信心腹 叫胡舒立 是财新网的主编和创始人 就很不客气的在去年底 在19届六中权务前发了两个图 一个是猪头图 一个是螃蟹图 就是说 这个猪头如果做得好还是可吃 但是背负恶民 谁愿意跟他在餐桌上搞战略伙伴关系 结果暗示王岐山跟习近平的战略伙伴关系结束了 另外又发了一个螃蟹图 说人们吃螃蟹是出于政务 为了保护庄家 吃了螃蟹 味道不鲜美 是吃厚的感觉 这个意思就是要把横行八道的螃蟹搬走 为了保下国家 那也是针对习近平 当然 习近平和习家军对胡舒立做了相应的报复 不敢抓人 但是报复就是切断他的财源 说民意企业家不能支持民办报纸 就是习家军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做这个动作 另外还搞了一个所谓新闻员来往名单 把财新网踢除在外 表示财新闻要以中共网信办 中宣部为准 都是习家军把持的部门 财新网就被踢除在外 那就是一个信号 就是胡舒立敢对习近平呛声 他背后有人就是王岐山 而王岐山也敢呛声 那就是背后都有人 有庞大的反习阵营 所以这个话 毕作家所引用 太子党红二代的话 说由国家副主席 作为习近平的对立面抓住了这件事 这可以理解 另外说企业家也有技可循 就是前两天胡乃的基建官员陆群 网名叫欲死在图爆料 一个湖南的企业家在贵州开采门矿 投资2亿元 就在2010年 栗战书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投资 后来受到省委主要领导 省委主要负责人小舅子在那里偷踩矿山 那就双方发生矛盾 当时的贵州省主要领导 贵州省主要负责人设计这个案子 而且暗示就是隐权盟司 说了这个主要领导和主要负责人 应该就指的是栗战书 因为栗战书在2010到2012在贵州省当省委书记 所以这个再结合到这次红二代所爆料 跟一个企业家没完没了 这个企业家咬住他不放 那么大自然就有迹可循 不过在中共内部都有一个潜规则 叫行不上政治局常委 一边政治局常委在任 就像栗战书是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第三号人物 一般说来就算他腐败 家族腐败都知道他腐败 在香港百亿制裁 女儿女婿都涉入其中 这次红二代的爆料 也说是他直接为他的女儿女婿贪腐 牟利 这个都知道 人尽皆知 但是中共的潜规则不会法办在职的政治局常委 一般要算法办也要等他退休之后 下台之后再去追杀 就跟周永康一样 所以如果栗战书因为贪腐 因为跟企业家发生矛盾 因为子女 女儿和女婿的恋财跟他相关就要受到追杀 这个在潜规则上说不过去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事情做得太离谱 离谱到为各派所不容 反习阵营不容 政治老人不容 然后必须提出来在政治局高层讨论 最后达成了一致 多数人达成一致 这个人必须办理 那有什么不容呢 其实体制里还传出了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围绕王富玉的案子 王富玉前一天我给大家做个介绍 他先在海南省当过副书记 当时在王岐山这里当书记 对他自根自底 后来他又在贵州当副书记 成为栗战书当省委书记的时候的副手 专职副书记 是他的副手 两人配合 这个人现在这两年查出了贪腐 整个官方圣养的贪腐 从海南一直谈到贵州 一直谈到退休 退休之后 就这两年 还在利用他的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好处 而他的影响力根本就在贵阳市 贵州省 或者是全国方面的维护其微 因为他已经退休 又是政协主席的身份 他的影响力就是栗战书的影响力 利用栗战书的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好处 而且数额巨大 4.35亿人民币 根据其他一亿以上就判了无期徒刑 他应该判了无期徒刑 但是这个案子审了 到现在没有判决 举期不定 现在体制内传出了一个说法 有人自请对这个案子有所了解的人就通报出来 说是因为王富玉在交代坦白从宽 争取坦白从宽的时候 虽然他承认了4.35亿的受惠额巨大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说他自己并没有得那么多 说一半以上是别人得了 那这个别人实际上就是栗战书家族得了 就是他一边捞钱 一边给栗战书家族输送利益 就是他捞了4亿多 他可能自己2亿或者2亿都没捞着 大部分一半以上给了栗家族 栗战书或者栗战书的女儿和女婿 这个事情由于是进行时 是中纪委赵乐际抓住不放的事情 一抓 把王富玉抓在手上 那事情就好办了 所以由于这件事情 应该说就折射了栗战书家族的腐败 是比一般人更猖獗 比一般的官僚家庭更猖獗 不仅是女儿女妻在香港前线在那边洗钱 或者是大肆地把国内的钱弄到那里去买房产 买公司 投股 或者是买取股份 赚取股份 而在国内继续通过王富玉这些人的影响力 谋取好处 所以就说栗战书在任 但他在源源不断地捞钱 所以由于这样一个情况 可能为党内所不容 而且有可能数额巨大 因为王富玉这边涉及了几亿 在其他方面又涉及了多少亿 可能汇总起来非常巨大 由于王岐山做过中纪委书记 对王富玉和跟栗战书相关这些人马的贪腐之根之底 同样 赵乐际现在是中纪委书记 他完全可以对省部级的官员进行调查 其中就调查了这些栗战书来救部 汇集起来的数额有可能巨大 有可能是天文数字 如果说原来省周永康 省的都是将近一亿 八千多万等等 现在就不止一亿 数亿甚至可能上百亿 这样的话 这个数字就可能在数字上为党内各派所不容 觉得是触目惊心 而还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现在面临二十大 面临权力争斗 面临习派和反习派的对决 这个时候任何一派都要抓对方的把柄 就包括习近平抓人家 习近平抓王岐山的部下 王岐山是副主席 就抓得非常的仔细 一个不留 不仅政治上 把人家是王岐山的一师一友的好朋友 任志强搞掉了 搞掉了 任志强写了一篇文章 说脱掉了 剥光的衣服都想当皇帝的小丑 影射了习近平 习近平勃然大怒 把人家以贪腐罪入狱 因为任志强当过国营企业的老总 当过老总也必讲过国营企业有一些资金 有一些问题的资金 那很容易找出一些问题 结果给人家判处 重刑18年 对一个70岁以上的老人判处重刑18年 非常凶 而且为了追杀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还对他的其他人下重手 不仅把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靠边站 而把王岐山 跟随追求的王岐山20多年的总管管家副主 叫董洪给投入大牢 就在前两年说是五中全会前投入大牢 也是对王岐山的恐吓 认为把你的管家投入大牢 从你管家手上就可以掏出你很多不良的背景 同时对王岐山 由王岐山家族背景 家族影子的公司 由海航集团也进行追杀 追杀不仅把海航集团收归国有 收归习政权所有 而且把这个股份拿来解散 甚至把这个董事长 两个董事长一个人在法国翻墙史 是王健 前几年 还有一个董事长叫陈锋 习近平发明一个词 习家军一个词叫股份清零 居然把他占有的10%几股份清零 干脆把他投入大牢 恒大那么严重 许家印没被投入大牢 花样年华那么严重 曾宝宝 曾庆红的子女没被投入大牢 但是海航集团董事长陈锋却被投入大牢 原因是陈锋为自己辩护了几句 顶撞了几句 引起习近平的仇恨 再加上习近平要把王岐山报复到底 就把陈锋投入大牢 股份归零 新词语股份归零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进一步的激发了对立和仇恨 极可能就让王岐山绝地反击 直至死地而后生 兔子憋急了 都要咬人 你把我的手下全给弄走了 你把我全给挖空了 从经济到政治 到权力 到部下 左右手全给挖空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同样 习近平对赵乐际的追杀也是不留情面 就一个秦岭别墅案 说赵乐际和他的部下踩了他的龙脉 祖脉勃然大路 六次批示到陕西要办案 赵乐际当众不让办 然后习近平派了中纪委副书记 习家军总徐林毅 亲自到陕西办案 硬是平静习近平的权力 把陕西赵乐际的旧屋都给拉下来 包括以前的省委书记 西安市委书记 秘书长等等 一大帮人都给扫进监狱 就包括赵乐际的继承人赵正勇 对赵正勇判了死刑 缓期二年之刑 也就是说几乎要猝死 习近平不仅把赵乐际的部下追杀 甚至干脆一不做而不休 追杀到赵乐际的家人 就是赵乐际的一个弟弟叫赵乐琴 在广西省是当桂林市委书记兼广西人大的常务会副主任 习近平就干脆通过自己的亲信心腹中组部长陈希 把他撤职 中组部有这个权利 相当于当着赵乐际的面就把赵乐际给撤职了 而赵乐际远没到退休年龄 才61岁 他是副省部级 可以升到省部级 甚至高升 但是不仅不让他高升 就把他撤职 撤职之后没有任何解释 既查不到贪腐 也查不到食指 毒指 就撤了 撤了就撤了 我就有这个权利 实际上把赵乐际撤了 这是去年1月份的事情 就是给赵乐际一个下马威 就是你敢跟我作对 我可以把你弟弟干掉 撤了之后 习近平就到桂林去视察 以圣灵者的姿态跑到桂林去 对这些新的领导发号施令 显出一副帝王架势 好像是寻游地方 摆出的派头就是我是皇帝 我是红朝皇帝 我怕谁 我想办谁就办谁 军要沉死 沉不得不死 居然朝中还有大臣想跟我作对 所以也就是说 习近平把赵乐际也逼到了墙角 赵乐际也面临兔子憋姬了 都会鸟人 这个情况被随一战 直至死地而后生 也就是说 赵乐际和王岐山都被习近平逼到死角 逼到墙角 逼到决地 然后决地反击 刚好这两人都做过中纪委书记 做过中纪委书记 手上掌握了大量的贪腐材料 审了无数的高官 无数的审部级官员 而这些贪腐答案中 盘根错节 旁支旁叶都会涉及到更高层的官员 或者说更高层的领导人 包括正国级和副国级的领导人 就包括像栗战书这样的领导人 如果说赵乐际和王岐山不方便对习近平直接下手 习近平家族也贪腐 但是他们至少可以对王岐山家族下手 只要把王岐山的这种来龙区别的关系全部掌握 他的河北也好 黑龙江也好 贵州也好 到北京也好 他的整个的官宦生涯 所接触到的人有哪些人贪腐 以及他子女在香港的情况 这些都很容易被赵乐际和王岐山联手握清楚 回过头来说 北京红二代太子党圈内所传出的信息就有一定的可信度 那就是王岐山是习近平的对立面 赵乐际是习近平的对立面 当然在他们身后还有很庞大的反习阵营 反习势力 包括现在的政治高层 团派人物等 还有政治老人中的多数派 几届政治老人的多数派都反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只要赵乐际把这些材料跟栗战书家族 跟栗战书本人有关的这些贪腐材料 惊人的贪腐数字 上百亿的贪腐数字贪出来 报到政治高层 报到政治老人那里 大家贪在桌面上来谈 习近平就没话可说 这一回在美国的弊作家 从北京红二代圈子中得到的也就是这样一个信息 说习近平的对立面把李战书家族的贪腐资料 贪到桌面上 报上去了 说除了李战书自己没接到这个报道之外 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 其他的政治高层都接到了这个报告 习近平看到这些材料之后 没话可说 所以最后就出来了这么一句话 说灰内斩马术 灰内斩老术 灰内斩栗战书 就是历史典故的翻用 回过头来说 昨天1月6日中共召开这个高规格的会议 冒称是政治局常委会 但是规模大 时间长 涉及到中央各部门都在参加 时间长达一天 就不排除这个会议有个秘密的议程 那就是借开这个所谓工作汇报会 工作报告会为名 反正是闭门会议 事实上在通报栗战书的事情 就好像以前的毛泽东时代 林彪出责了 发生了913事件 林彪罪亡温度尔汗 不仅是全国人民好长时间蒙在鼓里 就是中共的党员 官员都蒙在鼓里 中共的高层都蒙在鼓里 毛泽东周围来等人采取了逐渐的方式 向外面扩散消息 或者是下达文件 延缓了一两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足及的传达对林彪事件的说法或者是说明 当然 毛泽东和周围来方面也成立了所谓的专案组 也是绞尽脑子 给林彪落职罪名 或者是收集证据 或者是盘查相关的人员 也写成觉得过得去的一些文件 同时也等林彪消失的一定时候 人们也在国内外有所猜测之后逐渐释放有关林彪事件的消息 并且分级 向下释放 先是中央级传达 再到省部级 再到县团级 后来再到基层的党员官员 到最后才到普通的民众 然后建筑于报端 说粉碎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 所以昨天这个会议 1月6日 这个全天的政治局常委会汇集了中央各部门 表面上在谈工作汇报 工作报告 而闭门会议 新闻联播完全不予报道 甚至连一个图片和视频都不发布 不仅不能够佐证栗战书没事 而且反而似乎暗示栗战书有事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这个会议的主题并不是会议公报所谈得那么泛泛而谈 那么空洞 极可能全天的会议就是在做一个最高级别的 对栗战书事件的一个初步的通报 也就是说在正国级 副国级领导人层面 对栗战书事件做第一步的通报 当然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事件做的分析 列举的种种可能性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哪种可能性更大 应该说再过上一些时间 若干天有可能事件显露端倪 关于栗战书的下落 不管时间多长 或迟或早 这件事情终究会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陈破空众论天下》并按下小铃铛 也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 另外也提醒新老朋友继续点赞 推广我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